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希望解决就是我平时的话就是对别人对我的评价 这个影响对我的生活影响特别大 比如说我在去做事情的时候 别人会对我一些有些负面的评价 然后会导致就是我没有动力继续做这些事情 但其实我心里还很想把这件事情做成 所以这样就很矛盾很纠结 所以这是你很在意的 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对我的评价 但你特别在意的时候 你就觉得那个经济事就没有了 对就没有动力了 所以这是你想来咨询的主要的困扰你的吗 对 那你可以多讲一点吗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在意别人评价的 大概是 我印象中最早的应该是我高中的时候 那个时候爱写小说嘛 然后自己写小说在班里传着看 写小说 对写小说 大家同学都挺喜欢看的 就是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的一个同学 我不知道他是开玩笑还是怎么样 他说写的不好 就是我不爱看这个东西怎么样了 就是一些负面的评价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不想写了 就放下了 这是我印象中最早的 大概是十六七岁的时候 所以当时你很沮丧 对很沮丧 本来希望能得到别人好的评价 对 然后自己本身也比较喜欢写 写小说这个事情 然后之后也尝试着写过几次 比如说在网上写 写着写着就会有一些负面的评论出来 然后自己就会把这个放下 所以很在意 对很在意这个事情 而在意别人对你负面评价以后 你就会放下 对 对 而现在更严重了一点 就是当我做这个事情 我就想到别人可能会对我进行的负面爱评价 然后我就可能就没有真实的出现 然后想象着就不做了 就脑子里面 对 想到有可能别人的 对有可能评价 或者是跟我类似的人遭到了不好的评价 我也会觉得不想做这件事情 但其实内心还是很喜欢这个事情 所以其实你是纠结的 对 一边又想去做 对 但一边又害怕别人对你不好的评价 对 但是实际上呢 现在已经不是害怕别人外在的人了 对 心里的那个 有一部分自己的那个评价就出来了 对 这个对我印象特别大 所以是矛盾的 对 这也是你希望来做咨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吗 对 是的 好 那个 你刚才讲到了离婚 离异的这一部分 你可以多讲一点吗 离异的时候就是 当时相亲结婚 然后感情 相亲 对 感情基础不算是深 然后结婚之后吧 然后因为对方有两个矛盾点 第一个矛盾点就是说 他从他那个家庭中脱离不出来 始终钱财物什么的 包括人 始终是跟他那个家庭脱离不出来的 然后第二个矛盾点就是在 就是要小孩这个方面 我非常希望要小孩 然后他就是不要孩子 然后还有一些积累的一些小矛盾 后来导致就是没办法寄生过下去 他就像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 对 也算是和平分手 最后也没有很 你们在一起是在一起多久的时间了 结婚大约两年多 两年多 就是从街到离异是大约两年多 就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吗 这两个是主要的原因 还有平时的一些 比如说吵架的时候 他会用一些比较 那个什么的话攻击我 还有一些兴趣爱好也不一致 就是有很多和调和的矛盾 我觉得是 因为中间也努力去调和了 然后调和不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情感方面 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那个的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在中间这三年 这个过程中吧 自己也是比较不舒服的 在这个婚姻这种 自己也是比较 只是前期的话是想着说 毕竟说在一起生活了 就在一起 就是努力的挽回啊 或者努力的培养啊 但是到最后 真正分开的时候 反倒没有那么难过 因为在这个里 也是挺受折磨的 这个感觉 对 这个和你的 这个在意别人的评价 这一部分有关系吗 如果说有关就是那个 在决定离婚的时候 比较怕别人说我 说我不好或者怎么样 就是会给我一些 负面评价也好 说莫须有的评价也好 对 比较害怕这个事 那你的前夫 在这个你们的婚姻过程当中 有没有给你的一些 负面评价呢 好像爷爷 他跟我交流不多 跟我交流的不是很多 对 就觉得心还在外面啊 就好像才是在他的父母那边 对 所以这是你挺失望的 希望他能够去关心你 对 因为毕竟结婚了嘛 就是一个新的家庭 父母是要孝顺的 但不应该说 还是 就是人财户全在父母那边 这个就有点 结束不了了 这个意思 婚姻也很现实 那是一个现实的 一个在一起的互动 对对对 好 那我大概了解了这一部分 那你的情感经历 除了这一段经历之外 还有吗 在婚姻之前 有一段 有一段经历 是在上学的时候 后来因为异地分手了 对 所以那段感情 对你来讲也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那段感情对我很重要 但是分开的时候没有感觉 就怎么说呢 分开的时候很痛苦 但是现在想起来就是有点回忆 就是 对 就是也放下了 也放下了 对 所以那你现在单身有多久呢 有 将近一年了吧 将近一年了 能去年秋天的时候 然后 就结束了上边婚姻 好 我大概明白了 好 那除了就是你的这个婚姻之外 就是那你家庭的这块 怎么样 你父母啊 他们的关系啊 对你啊 怎么样 我父亲是比较喜欢批评别人的 就是他 他可能是觉得说 希望说通过批评 让我就是更好 可能是 是好意 对 我母亲他是 比较 怎么说 他鼓励我比较多 比如说他鼓励我呀 就是我做什么事情 他就会鼓励我 然后陪伴我 这个比较多 但是我家因为前些年 好像就是父亲的地位 就在我心里好像比较高一点 所以他说话就是 比如他说一句话 给我的影响 可能我妈妈说十句话 都流点过来 是这样的 对 所以父亲是家里的老大 对 这种感觉 小的时候这种感觉 比较深一点 现在感觉没有那么深了 现在他说的话 对我影响不太大了 但小时候他的这种批评 其实对你的影响 就会让你 影响深刻 对对对 甚至给你带来那些负面的影响 对对 而且我父亲 他就是比较在意别人的评价 他是这样一个人 父亲本身他也很在意 对他很在意别人的评价 他怕别人就是 你说他不好啊 或者怎么样 他比较在意 对 是什么呢 父亲这么在意别人的评价 这个我在想 也可能是跟他的家庭有关系 因为我奶奶他们家孩子比较多 可能是 但是这个我还不是很那什么 不清楚 对 不清楚 因为我也没跟他聊过 我父亲就是 他不太愿意展示他比较软弱 或者什么这一面 他就是不习惯去展示这一面 对 好 那就是你们家除了父亲母亲 你之外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没有其他兄弟姐妹了 所以你是家里的独女 对独生女 成长的过程怎么样 成长的过程就是 普通女孩的一个成长过程 但是中间有段时间特别自卑 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 初中的时候就是女孩突然 就是发育突然特别胖 然后那个时候 可能是大家对我的评价 我就挺在意的 在什么时候的 十三四岁吧 上初中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 我印象中我初中的同学 都不是很喜欢我 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挺排斥我的 就包括聚会什么的 同学聚会的不会叫我 所以那你在意别人的评价 这段是不是也跟你初中的 那段经历 胖的那个经历有关系呢 我觉得是有一定关系的 因为那段时间对我印象真挺大的 就是十三岁那个时候 我如果说有的时候我回想前一段时间 都会觉得就是很可怕那种感觉 因为大家都在孤立我 我有点孤立我的感觉 可以多讲一点吗 关于这一部分经历 就是我小学的时候还挺 就挺正常的回想起来 然后上了初中的时候吧 就是女孩发育突然就胖下了 然后那个时候胖到得有150斤左右 然后特别胖 然后就因为胖嘛 然后自备 然后体育课也不出去上 所以那个时候你也不在 就是不太接纳自己的这个胖 对对对 不太接纳自己 然后也就是那时候的心里很奇怪 就是也不会出去锻炼 就是减肥什么样的 因为觉得说出去锻炼 大家看见我跑也很丑这样 然后我就觉得 就同学都不太喜欢我 还会别人说你丑 对 然后我班的班主任老师 也会说我胖 比如说举例的时候 他就会说谁谁谁 才会胖这样的 感觉有种污蔑 对就感觉不尊重吧 可能是 不尊重 对 所以那段时间因为自己的胖 你刚才说 就害怕 对 特别害怕接触人 有人不喜欢 对 所以你会封闭自己 对 就包括现在我见到那个初中生 就是十五六岁的孩子 十四五岁的孩子 尤其是男孩子 我都会有点害怕 这个状态好了一点 是因为我中间有段时间当家教 然后教了一个这么大的男孩子 然后就他很喜欢我 然后后来就把这个症状就缓解了一点 以前说特别害怕这么大的孩子 因为那些孩子以前总是会说 会不喜欢你 对 不喜欢我 对 但是在通过你的家教的这个行为 这个实验的时候 发现其实也并不是所有的都讨厌你 对 所以说也治愈了一部分 对这个 是吧 我看了这一部分 你心情似乎挺开心的 对 现在你怎么认为自己呢 现在就是胖这个事 好像自己有点想通了一点 也是说 这个也不完全自己想通 就是在整个接触人的过程中吧 好像大家也没有说 因为这个事情 去很排斥我 但是还是说 比如说上网做文章 比如说说 看见说谁谁谁很胖 怎么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明星胖 怎么样 大家去评论他 还是会觉得像伤到自己那种感觉 对 所以好一些了 好一些 但是仍然有一些影响 对对对 然后会觉得 如果说我接触很多人 他们会不会又说我胖 怎么样说我丑 会担心 对会担心这个事情 对对对 他自己会冒出来 对对对 没有经过你的同意 对对对 是吧 是的 好 那我们了解到了你的成长经历和背景 就是那关于除了你胖之外 身体的疾病这块有没有 有没有生过什么病 身体没有生过什么病 身体 没有生过什么病 包括你父母啊 包括父母这边的亲戚啊 有没有得一些精神疾病啊 这些方面 好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对 好 你前面讲到了你自己的这段经历啊 包括鼓励啊 等等啊 那在你的整个成长到现在 以前有没有去做过心理咨询呢 嗯 以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婚姻关系 婚姻问题的时候做过一次咨询 嗯 就是就是找的那个婚姻方面老师 是在哪里做的 呃 是在那个本地做的 哦 对 嗯 感觉怎么样 呃 感觉当时的话 因为时间关系就是没有连续做 嗯 然后做了一次 感觉也有一定的收获 嗯 嗯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就做了一次 走的也不算很深 时间的关系 对 后来的话就是 你讲的这个时间是指的是什么 呃 就是因为当时我在坐家教嘛 啊 呃 就是整个是连轴了 平时要上班 周六周日要去坐家教 所以说要是如果说 我出来做咨询的话 我就需要跟家教请假 嗯 嗯 后来的话 因为那孩子都情不合适了 就不好请假了 这件事就放下了 嗯 那个 那你现在还在做家教吗 呃 现在不做了 哦 嗯 所以相当于你是去年 前年之前 哦 对对对 嗯 哦 好 明白了哈 呃 那就是以前有过这种 像自杀呀 自伤呀 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呀 计划或行为吗 嗯 没有过 一直都没有过 没有过 虽然说很多时候挺沮丧的 觉得说呃 也有点是有点绝望 但是也没有想过要自杀这样 嗯 嗯 所以这些都没有 没有想过 嗯 好 那我大概明白了哈 嗯 那就是呃 那你比如说在 以前有过像失眠啊 呃 包括你说胖的时候 这个饮食方面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呃 失眠的话就是 呃 在 在离婚之前 没有多少时间失眠 那个主要是 这个比较纠结的 嗯 因为父母啊 我妈妈还好 不是很那个 呃 去查 但是包括我爸爸 包括其他的亲属 都是不太同意的 所以那段时间压力很大 就导致 那一只失眠 嗯 嗯 对 所以就是 那一只 持续了多久时间 呃 持续了也没有太长时间 也就是一个月 最多是一个月 嗯 嗯 也没有说这一月连续失眠 就是偶尔说有一周有一两次啊 这样啊 没有说连续的 哦 OK 好 所以就是 看起来这方面也没有什么问题 饮食呢 呃 饮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饮食的话就是 呃 减肥的时候会吃的少 然后就因为减肥特别饿的时候 饮食会吃很多 但是没有暴饮暴食的情况 嗯 这个减肥是什么时候 呃 是2011 2012 2013 这三年始终在减肥 嗯 现在还有吗 嗯 现在就是在控制 就是去锻炼 但是饮食上没有控制 嗯 现在只是说 呃 锻炼上 然后再加锻炼了 嗯 嗯 因为你以前说到像初中那个时候都 锻炼都不敢 嗯 对对对 但是现在你是可以去锻炼 对可以去锻炼的 是做什么锻炼 呃 然后瑜伽心情会让心情变得很很平缓 嗯 很平和啊 现在呢 跑步和瑜伽是呃 一周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断联 嗯 跑步的话 就是如果说呃 呃 不加班的情况下 每天都去跑步 嗯 嗯 跑个 嗯 嗯 对 吃完晚饭之后 跑个不下雨 嗯 嗯 然后跑个两三公里 这样 嗯 嗯 跑两三公里 那还可以啊 嗯 嗯 瑜伽呢 呃 瑜伽的话就是 就是去那个瑜伽房那种 那个不定时 就是周日周日有空了 就会去一次 这样 一般像一周啊 或一个月会去几次 嗯 会去 一个月最少会去两次吧 多的话就是看时间 如果多的话 也有去四五次的 然后又去十次的 嗯 都会有啊 嗯 对 嗯 好 呃 除了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之外 嗯 那自己还有过那种 比如说 接触过像酒精啊 毒品啊 这样子的一些物质吗 嗯 这个没有 就是酒精就是平时 朋友去会会少喝一点酒 哦 少喝一点点 对 嗯 但没有其他方面 没有其他方面的 哦 有没有就是那种 心情特别的低落呀 会特别的高兴 持续了一周时间啊 啊 低落 没有持续过那么长时间过 都没有 嗯 对啊 哦 那个那 自己的那个焦虑这一部分 除了你的担心之外 嗯 有没有那种 长时间的那种坐立不安啊 或者是 特别特别害怕见人啊 这样子的情况 呃 倒没有特别害怕见人 因为每天的话都需要上班嘛 就是 见人不是很害怕 就是怕见着一个陌生人 然后和他 比如说 平时工作方面见的人 都不是很 很害怕 就是 如果说这个人 我 跟他深度交往的话 他会不会 那个 这是你担心的 对对对 是这个 就是泛泛之交是OK 对对对 这个是无所谓的 泛泛之交的话 都可以 都是一点不影响 嗯 对嗯 明白了 嗯 好 那其实刚才 你看我们 对 我对你的这个情况 做了一个全面的了解 了解以后呢 就发现就是 那总体来讲呢 尽管你有一些担心 很在意别人的评价 但是总体你的社会功能啊 上班啊 包括其他方面 像饮食啊 睡眠啊 情绪啊 包括成长经历当中 总的来讲 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嗯 嗯 那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你困扰你的这一部分呢 主要是在于 就是在于别人的评价 对 对 嗯 尤其自己脑子里面会 对 冒出这些东西出来 对 所以这个呢 可能是我们 呃 接下来需要去 呃 在这个大概需要 四次左右的时间 嗯 在这一字以内啊 嗯 就四次的时间呢 我们要来专门讨论这一部分 嗯 其实前面我们也看到了 嗯 为什么在于别人评价呢 呃 和你的这个两个方面的 经历有关一些 嗯 一个是父亲的这一部分 嗯 就是父亲的评价 以及这个父亲 他本身在一边评价的那个家族系统 对 是的 嗯 这部分呢是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一个呢是跟你的一个 呃 经历 嗯 十三四岁的一个 对 对 突然长胖 嗯 起的这样子的一个 嗯 别人对你父亲评价 包括你说的班主任老师的 对 对 父亲评价的这一部分 其实这两部分就形成了一个 就让你形成了一个 僵化的一个固定化的那个模式一样 别人会不会在意我呀 嗯 等等 对 所以呢 我们大概四次 四次呢就是 因为今天 现在是第一次 嗯 第一次呢 其实 主要是对你的这个情况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嗯 了解了以后呢 那我们呃 呃 待会儿可能还得去更深入 哎 找一个事情 看一看它到底是怎么表现的 嗯 然后我们怎么样从行为层面上 去能够 呃主动的去 呃 尝试做一些事情来帮助自己 嗯 怎么样去更好的去 去 面对这一部分 嗯 这大概是第一次的 后面的第二次第三次呢 可能我们就需要深入了 嗯 说哎 为什么这么在意 在意别人的什么 嗯 他后面的核心的那个信念 嗯 是什么 嗯 然后呢 又怎么样去调整这一部分 当然最后第四一次呢 可能就是我们看看 哎 还可以怎么样去 整体的完善 包括有再担心的时候怎么办 嗯 总结啊 反馈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思路 好的 可以吗 好的 可以哈 嗯 嗯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 嗯 你说在意别人评价 啊 负面评价 嗯 在这一周时间里面 最近这一周有过吗 嗯 最近这一周 最近这一周就是 就是那个升级版 就是说 比如说 我 我有的时候就是上网刷一刷新闻的 嗯 或者看一看一个新闻的 或者是 嗯 看一看那个 我喜欢的作家什么的 嗯 我发现他们被人围攻的时候 我心里就很难受 我就觉得说 哎呀 我不要做了 就是 就是就是想做的事 就是不要去做了 因为你做成了之后 还是会有人骂你啊 围攻你怎么样 嗯 嗯 就这个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这周的 这周的差不多是 什么时候 你可以举个例子吗 具体一点吧 嗯 这一周今天 是大约就是 上个周三周四的 或者是上个周末 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了 好 你再想一想 哪一个时候 你的这种感觉最强烈 我感觉最强烈的时候 其实 不是这种 这这个时候吧 好像都能那个什么 感觉最强烈的时候 应该是 有一段时间了 就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 他的 是什么时候 有一段时间 我想了大约多少时间了 因为 有个 两周三周 他有两周之前吧 两周之前 两周之前 嗯 然后他就是 收到了 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家 是 就是一个 呃 写 也不算奇怪 你要说吧 反正是 就是 我心里不出来 他因为他什么都写 就是我 我挺喜欢的一个作家 然后最近他的 他的东西被排名电视剧 拍成电影了 然后他的很多 就是 说明还是读者啊 就很接受不了 就去恭喜他 就去骂他 盘长江 嗯 不是 就拍 他的东西 他的作品 被拍成电影了 然后就是 可能读者不接受吧 就去围攻他这样的 就恭喜他 我看的 我就觉得 心里挺不好受的 就是 呃 那个时候就不好受 对 不好受 我就觉得 具体是怎么不好受 呃 就是觉得 挺可怕的 就是怎么 怎么大家都这么围攻 这样一个人 就第一 对 挺可怕的 然后第二 觉得很 很憋屈吧 对 对 因为他 就是也没做错什么事 嗯 就是很委屈 对对 很委屈 是吧 很委屈的这种感觉 对 嗯 然后就 就也算替他委屈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 可能自己 我念头就冒出来 所以就是 还是 不要去做什么了 因为你去做的越多 然后别人的评 对你的评价就越多 做的越多 对 评价就会越多 评价越多 对 嗯 所以当评价越多的时候 其实心里就越委屈 越害怕 对对对 嗯 那这个害怕会是几分呢 呃 还怕 我想一下 应该是七分左右吧 七分 嗯 嗯 委屈呢 委屈应该是六分左右 哦 嗯 六分是吧 对 然后还有一种感觉 我就在想 是不是我那个 我也是刚刚意识到的 这个我不舒服的是因为就是 我总要想通 就怎么博导他 就是说他这样说我 我这怎么想通 是怎么让证明他说的不对 就我必须要博导他 对对对 如果不博导他 好像就是 就是不是就证明我不对了 好像有这个想法 我刚才突然意识到的 嗯 否则就代表你不对 对嗯 代表你 不对 对代表 比如说别人说我这样的话 我就 怎么 如果说我不能 说 把他这个错误一二三的列出来 那好像就是 我不对 就是这个感觉 嗯 这才是你觉得 有压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是吧 对就是 面对一个事的时候 我总想 好像别人跟我想法不一样的话 我也会感觉 很 很难受 嗯 别人跟我想法不一样的时候 很难受 不是不接受 好像也不是不接受 别人跟我不一样 好像就是 别人跟我不一样的话 我意识中 就是我如果不 就是不是你 你错就是我错 那如果说我不能 正确的推翻你 那就是我错 那我错了该怎么办呢 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思想 我不知道我说明了没有 明白了 就是 就是其实你用了一个非常 非常常见的一个标准 就是是非 嗯 要么是对 要么是错 对 可能说 我 第一反应是 你这么说 我是我不对 但是我怎么把这事反驳了 就会证明是你不对 嗯 这样的 嗯 在一个单一的一个 一个线上去 嗯 也不完全是单一 可能还是 要么是你对 要么是 嗯 还是在意 怕别人说 说我吧 就是嗯 就这个事情怎么看 嗯 比如说 他这是这么 就是比如说 这件事情他这么做了 我也这么做 但是没有人来评价我 但是 但是另一个人去评价他的时候 嗯 我就会觉得挺难受的 嗯 会激起你自己的那一部分 嗯 对 那种记忆 对 体验的那一部分 嗯 对 就是好像攻击在我身上 啊 好像攻击在我身上 就这种感觉 对 就像是一个班级点一样 嗯 然后 一冒出来 嗯 对 对 说我这一部分 对 嗯 你刚才讲到的这个 呃 所以其实是有两个重要的想法 一个是 呃 做得越多 评价越多 对 第二个呢 是我必须拨打他 否则就我不对 嗯 这个是一个 这个可能我刚才说的 还不是很明白 好像就是说 当别人说我的时候 我就是很在意这一点 我我我从我自我保护的方式 就是我就证明你是错的 对 就是补偿性的嘛 对 这就是我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 对 自我保护的方式 是是是这样子的 对 自我保护的方式 对吧 嗯 好 所以当当你有这种 自我保护的方式的时候 就是 那个规则就是啊 我必须要拨打他 对 不然就是我不对 对对对 好 然后呢 然后当你这些想法出来的时候 你看做的越多 评价越多 对 是不是我不对啊 等等这些的时候 嗯 你就很害怕 对对对吧 对 有的时候也很委屈 对 自己没做成啥 对 他就出现这种情况 嗯 然后呢 就所以你就没有动力了 你就不做了 对对对 是吧 没精神了 没动力对吧 没动力就不做了啊 结果你不做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 你就没法去拨到人家 嗯 不做的时候 嗯 就是就是隐藏起来了 就是等于说 隐藏 对隐藏起来了 就是逃避了 对我逃避了 但是其实心里还是挺喜欢这件事 挺想把这件做成的 挺想做成 挺想做成 但是你逃避的时候你就会自责 呃逃避的时候会感觉很舒服 比如说这件事我想做我不做了 对对的很舒服 对对的很舒服 对很舒服 焦虑感会下来 哦对 然后时间就过去了 然后长期的呢 嗯 长期的话会 你会怎么认为自己这个逃避 会很 嗯 就是不喜欢自己这个逃避 嗯 会很谴责这个 就是说 我如果不 会怎么认为自己 我如果不逃避 我就做成这事了 然后我就会 嗯 很很很后悔 对 后悔是吧 对 很后悔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怎么评价自己呢 就会觉得 时间浪费了 然后还一事无成 就 一事无成 自己一事无成是吧 嗯 所以自己会对自己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负面评价 就一事无成 对 所以你看 一事无成 嗯 一事无成的时候 也许别人对你的评价 这块也会多 是吧 对 对 对对 是吧 是的 结果呢 一事无成评价多的时候 你看自己就更加害怕 委屈 后悔 嗯 然后呢 所以你看 你说这里面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个 一个圈 一个圈 对一个圈 一个闭环 什么样的一个闭环 嗯 就其实的话 好像就是源头还是在我这儿 打破一个就可以把这个环打破了 嗯 嗯 就是从哪儿能打破的 我也是在这个环里绕圈上 自己绕圈 嗯 绕了很多年 绕了多少年 嗯 绕了 如果多说的话 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绕了吧 嗯 高中的时候就是 从我第一次习小说的时候就开始绕了 那是多少年 嗯 那已经13年了 13年 嗯 哦 好 还不差啊 13年 13年 嗯 所以 所以你在这个圈圈里面绕了13年 嗯 对 很可怕 可怕吗 嗯 感觉 怎么了 就是在这个 绕了13年还绕不出来吗 然后而且越绕越深觉得自己是 嗯 刚开始只是 浅漩窝 对 只是在意别人有形的评价 后来就是别人不评价 你自己都会想着他会说我 嗯 做这个事情就想如果我做成了 就把那里面像一个图示一样 对 那自己就绕进去了 对对对 如果我做成了 然后我成功了 做的越多 嗯 然后别人的评价就会越多 嗯 嗯 有有有喜欢的有多少 讨厌的人就有多少 他就会攻击我 嗯 就会用一些 可能 莫虚有的东西啊 或者说是不太 呃 不太真实的 或者他的一些 不是很跟我一致的想法 呃 来去攻击我 所以到后面其实 嗯 他就已经不需要有外在的 这个刺激了 对对对 嗯 而是你自己这个里面 他就开始自己转了这个圈 对对 嗯 自己在跟自己走 然后就会耗掉你大量的精力 对 是很多精力都耗在这 嗯 很多精力都耗 比如说我想做事情的话 我就会 自己把这个圈 就在脑海里绕 嗯 嗯 比如今天我想 把这件事情 就像刚要你做 比如像小小说 刚写这个开头的话 就会 在脑海绕这个圈去 就想着 有什么用呢 就是成了之后 还是会 面对这些事情 然后就想着 就不做了 就 但是不做了 自己还想做 怎么较低焦虑呢 就 嗯 就是去 去浪费时间 这样 嗯 就是这样一个圈 嗯 嗯 所以其实你不仅仅是有害怕 对 有委屈 有后悔 你还有更深的是迷茫和无助 哦 对 有逃避 因为你知道这个圈 你看不出 看不到希望 对 是的 是的 就觉得自己也是很逃避的 在 嗯 在焦虑中的话 自己就就就就藏起来了 就就去逃避了 藏到一壳里 对 也不会主动的去去做什么 就是现在 比如说现在的工作 我不是很喜欢 就是 没有什么上乘空间 但是一想到说 去做新的工作 又可以 就像老师列这个圈 又会想这么多 从头开始 会不会大家 呃 去给你一些不好的评价 认识新的人 这些人 会不会 呃 就像泛泛指教还可以 如果说认识新的人 在新的工作岗位中 然后大家会不会给你一些 不好的评价 或者说人际关系 也不开心 对啊 又出来 然后就 对 出来了之后就会觉得 哎呀 现在也挺好 请把恶不死 嗯 就会这样想 嗯 所以这个圈就像是一个心理的牢笼一样 对 嗯 你走到哪里 就像你自己个自己心里面装了一个监狱一样 对 自己关进去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就使用再绕拳去 嗯 那所以怎么办 还是要打破它吧 那你觉得怎么打破呢 我尝试过就是 呃 去做 就是 不去 不去想 就是去做 行动上是吧 对 行动上 那行动上中间的话 行动行动 会面对一个就是 就是没有精力啊 没有动力 可能精力都耗在那个 自己跟自己那什么 因为当你行动的时候 哎 这个负心的想法又出来了 对又出来了 但是你又听进去了 对 那你就又这个 这个逃避了这个东西又出来了 对 只有在就是紧迫的事情的时候 比如这件事情很紧迫 嗯 然后你没有空让你去想这些 这些东西 嗯 你必须做出来 做不出来就会受到惩罚或者什么 只有这个时候效率是最高的 所以好像你是陷入到了一个认知或心 这个思维的牢笼里 对对 你不去想它的时候 其实反而还没有 对对对 不去想它的时候 比如说 嗯 要准备一个考试 我就会想考上能怎么不考上能怎么样呢 就是这社会是世界很可怕 又会想像这种这种 就想多了以后 它就绕进去了 对 但是具体考试10天或者20天 这时候不复习不行了 逼得自己 对自己就告诉自己想那些干啥 你先被施考了吧 然后就那个时候效率反倒是最高的 然后整个人状态特别好 也特别开心 想那些干啥 嗯 是吧 对 就不想了 不想的时候效率是很高的 想那些干啥 然后呢 该干嘛干嘛 对 是这意思吗 就是必须去行动了 就是不得不 就没有空去去想这些东西了 对 的时候 就是破财没结的事情 你必须得去做了 这个时候反倒是状态最好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是 你能意识到你在提醒自己 就不能想了 想那些干啥 对 该干嘛干嘛 不能想了 对吧 对不能想了 因为这个事情太紧接了 你要想的话 这事情就做不了了 看起来这个提醒自己 还是对你有帮助的 对 是有帮助的 当然只是短期的那些帮助 短期的 因为短期的事情 最多也就是10天20天 然后这个短期事情过去了 又陷入到一个 就是非常 像老师刚才说的 无助啊迷茫的这种状态 就是 精力又不足了 就是那种 精神气又没有了 又会陷入到 就是每天我干点茶呢 这种感觉 但至少他对你是有帮助的 是有帮助的 就这种状态是帮助我 做成了 就是比如说 我今年的几次考试 是对他有帮助的 所以尽管你现在 尽管你很在意别人的评价 而他给你带的最大的帮助在于 你的社会功能还没有很大的下降 对 你还能上班 对 能正常上班 能正常上班 能跟人做范范之交 对 哪怕都是范范之交 但是还是能跟人打交道 对对对 是的 这个是很 所以你维持了一定的社会功能 对 只是说有些自己想做的事 比如说一直小的时候 一直想做的事 也不是说没有成功的可能 或者说没有这条路可以走 只是说自己走不出去这一步 这个也是我平时很很纠结的地方 所以这是第一个你要打破 你刚才自己说要打破的 打破这个圈 那么第一个打破的就是你要提醒自己 想那些干啥 不能再想了 对 该干嘛干嘛 对 第二个你刚才又讲到了行动 对吧 对 怎么行动 你看这个圈里面逃避 虽然他给你带来的短期的好处 的确是焦虑下来了 对焦虑下来了 但长期的一个不足在于 你就更加后悔 你就真的就陷到圈里去了 对对对 是更加后悔的 觉得这些年也没有做成什么事 行动的话是自己有尝试的 比如说想要做什么的话 就拿出来做 做着做着就没有劲了那种感觉 没有劲是跟这个有关系吗 复兴的这些出来了 这个就觉得没意思了 这个我还真没有深刻的考虑 就觉得没意思 就是没意思是因为什么 对 没意思的这个念头出来了 是吧 对觉得没什么意思 然后就做什么 就开始没劲了 其实沮丧了 对对对 又是这个复兴的东西出来了 对就很沮丧 就想逃避 就是说 就是去拿手机刷刷视频的 这样的 而且这个是更深的 看到没有 认知层面上 它是更深的 一事无成啊 没意思啊 那些的话 对对对 所以那你 既然一时要打破这个循环 除了自己的想法 发生改变之外 第二个层面上 就是在行动方面 就是坚持做下去 还是说 你觉得呢 坚持做下去是吧 你说的 应该是坚持做下去 就是即使觉得自己 即使有那个想法 对 也要把这些事情 当个任务去做 即使没有精神 对 但是我也得坚持做下去 当成个任务去做这样 我们想一下 如果你坚持做下去 会怎么样 坚持做下去就 虽然说不一定会成功吧 但是这个事情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 就回想起来 也是挺满意的一个事情 自己觉得也挺满意的 觉得自己 起码把这事完成了 完成了这事是吧 对 做完了起码是 完成了这事 那完成这事的时候 你的情绪就开始满意 是吧 对 觉得挺满意的 就是完成了 对 满意 当你满意的时候呢 其实你看 你再坚持下去 又完成这个事 但是这个 就是会有一些 意外的情况打破它 就比如说 坚持 坚持之后完成了 自己挺满意的 但是发现反响并不好 然后这个时候 就又会觉得很聚散 对 因为好像你做这个事 还是给别人做 别人眼里的那个期待做 对 好像还是这样 就是自己是有期待的 希望自己做成这个事之后 别人会有一些好的评价 正面的评价 是有这个期待的 但当时就当 所以你做事的起信 当年你并不是为自己做 或你别人并不是这个事情 而且你是为了别人而做 就你把自己丢了 这个我还是没有意识过 没有意识过 的确是很多事的话 当做成这个事的话 就是大家的反响不好的话 就会很沮丧 对 你会在意的还是别人的那部分 对 我在别人世界里的那个自己 对 还是很沮丧的这样 但是你如果真的能坚持做下去的话 你看 你的这个循环就开始不一样了 是吧 所以你说的那部分 可能我们是会 会 就是第二次第三次 再深入讨论 但是至少 破掉了这个循环 就是还是要把这个事情 变成自己的 就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 你觉得呢 是 因为你看到了这个嘛 你觉得呢 就是把期待 不要把期待加在 别人的身上 或者说 把期待放在别人的评价上面 或者说把期待放在这个事情的 本身的完成度 是这样吧 你觉得呢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 你的是应该是哪样子的 应该是就是 把关注放在事情本身的完成度上 把关注是吧 对 就是完成度上 或者说 这完成这个过程中 带给我的一些快乐的感觉 或者说 满意的感觉 而不太在乎 就这件事情完成之后 大家会有什么评价 成功还是不成功 就是 我做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想做 不是因为我要成功 可能是 转变一下这个思想 可能会好一些 所以你的认知改变了 是吧 但你转变了以后 你假设一下会怎么样 还是会感觉 如果真的这件事情 有一定成功 有一定反响了 还是会要面临 别人的评价 对 而且你无论怎么做 别人都会评价 对对对 嘴巴咋在他身上的 没咋在你身上 对对 都会评价 没法控制 是的 那你能控制的是什么 控制的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认可 是不是我对我自己 还是不认可 就是要活在别人的什么里 就自己的 所以当自己对自己 不认可的时候 你就只能活在别人的世界 想通过别人认可你的方式 来认可自己 对对对 但是你把你的命运 掌握在哪 摔开了别人 别人的手也在 但别人就可以 怎么做都行 对 觉得还是自己 对自己的这个 这个认可度啊 或者说 对那个 自己的那个 自信什么的 还是不足吧 感觉是 所以你要把关注点 放到自己身上来 是吧 这是你要做的 第三个事情 是吧 是这意思吗 是这样 最近 因为你这样子一说 让我想到了 最近特别火的一部电影 叫哪吒 你看过吗 看过 是什么感觉 看过之后 觉得就是 我挺喜欢 他说的很多话的 就是他觉得 是对我的一个激烈 看完之后 觉得自己好像有劲了 哪些话是你喜欢的 比如说他说 就是不要活在别人的 就是世人的成见 是个大战 但是我的命运 是由我来掌握的 我命在我不在天 是吧 那个天命我弄 你刚才说这个的时候 我觉得脑子里面 就冒出了那个 他特别愤怒的 吼出的一句话 我命在我不在天 对这个 就是经常会有一些 就比如说电影啊 或者说文字啊 对我来说 有一定的鼓励 然后看到这个鼓励之后 会短时间内的时候 感觉说自己有劲了 但是 这个劲还是会没 就是这个力量 很多转换给自己 好像还是外在的一些力量 所以看来经常要读一些 乐战那样的电影 对 然后多鼓励一下 但更关键的 其实是当你把关注点 放到自己身上来的时候 那你的心里面 每一天都演得 拿着乐战那样的故事 是的 是这样 对 还是对大家的那个 别人 别人的那个 有些东西 比较太在意 可能觉得逃避的一个 就是说 认识我的人越少 可能大家对我评价就越少 如果认识我的人 只是说身边的这几个人 他可能评价 我都听见了 但是如果说 会有一些陌生的认识我呀 比如说我去网纳学校说 会有些陌生的读者 来 他就会来评价 按据他的喜好 他可能不爱好我这个 他就会用一些 比较激烈的语言来评价我 可能他会攻击我自己 攻击人身 就是 比如说这个作者怎么怎么样 我看见这个之后 心里就会很不舒服 这个班级点出来了 对 就会很不舒服 然后就又把你自己的 这个东西就带出来 对 很不舒服 比如说之前 我在网纳学校说的时候 写着写着就会有人 出来评价 说这个不好 然后我就会不想 不想做这个事情 还有就是 有的事情 现在的话 以前呢 就是只是说 别人评价我 会没有动力 现在是 我也不知道脑子里 是不是要走这个圈 但是说现在经常是 自己做着做着 就没有动力了 觉得还不如藏起来 然后现在也挺好的这样 因为以前 它是靠这些外在的 还能明显的 可是现在它已经开始在 内化在你心里的一部分 就是啊 你自己都没意识到 就觉得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在哪里呢 因为这些潜藏的 这些想法 对 就会没有动力 它都没有经过你的意识 然后就已经影响到 自己的动力 就会 然后 然后就是有一些 像哪吒那家电影 激励我一下 然后又会觉得有动力 对 而这个 因为那在那电影 它就像蜡海一样 就是把你的这个固定的 这个模式 这个图示 嗯 破一下 可能还是 那你看到一点点希望 内心的力量不够 可能还是说 总期望说 外带的力量去 去打破 是这样的 所以关于内心的力量 这一部分 内心的力量 这一部分 可能我们得 对 对 下一次 是我们再来讨论 是的 是什么原因 内心的力量不够 对 嗯 其实你也看到这一部分 嗯 不够 对吧 对 内心力量不够 就是非常在意 包括就是 人际交往之中 也非常在意 别人对我的 一些不好的 所以说会导致说 不想交朋友 嗯 如果交了朋友之后 他他如果说对我 有一些 不太好的评价 该怎么办 会这样 是 所以那个 回避又出来了 对 就一直在回避 是在于你的害怕 对对对 一直在回避 就可能觉得说 不发生这个事 我就不用去面对它了 对 或者这种感觉 嗯 因为做的越多 评价越多 对 朋友交的越多 评价机会有可能越大 对对对 风险越高 对 被评价的风险越高 对对对 每次经过评价之后 可能说他的评价 通过一种声音 传到我内心呢 就转换成 我不好 我不行 嗯 而更让你觉得 很沮丧的是 嗯 你其实已经很逃避了 对 已经逃到了 一个黑屋子里面去 对 可是你怎么逃 好像都没逃过去 嗯 对 没逃脱这个圈 对对对 就像孙悟空的这个 再怎么翻根头 也没翻出 如来佛的 那个手掌心一样 对对对 然后这种逃避 也让我平时 也让我很焦虑 就是说 自己想做的事 都都 怎么都做不成呢 然后 它加重了你的这一部分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二层 对 两层 嗯 加进去 嗯 就像那个 讹渣里面的 那个什么 前面的那个 灵珠和这个魔丸 对 你看 嗯 它就搞 那个那个 那个心里面 不是有一个炫吗 对对对 对吧 那个漩涡一样 其实那个漩涡 就像这个图一样 哦 就不停地加深 是吧 嗯 不停地加深 不停地加深 不能就是把那个 它稀释什么 左于天地之灵气嘛 嗯 那其实去吸引你的精力 嗯 让你的精力 让你的时间 让你的精力 全部在这个循环里 对 然后就会让我觉得 做什么意思 努力也没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就是 什么都不做 不如什么都不做 后面就枯竭了嘛 对 就好像你的那个 精气时候 就被吸 吸的 对对对对 就觉得什么都不做 反倒挺好的 可能会这么想 当时也许挺好 嗯 但事实上 什么都不做 你能做得到吗 嗯 事实上 这个会让我 更加的那个 焦虑啊 矛盾啊 或者说 后悔 或者自责 我更加自责 就觉得 自己明明可以 说这件事情 真是 真的是喜欢 然后现在想做 然后包括 嗯 我 我写条说的时候 也不敢让别人看 就怕别人说 说你这个写的不好 这样 嗯 嗯 就会这样 然后恰好 可能也是相互吸引吧 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爱好评价别人 我觉得这可能 也是相互吸引的 一个 一个结果 所以你看 就呼应上了 嗯 对 他就是爱好 去那种 用一种 攻击人身的方式 去评价别人 嗯 就每当我说 要做什么 他都说不行 哦 嗯 所以你想逃 嗯 结果逃了半天 你又找了这样一个朋友 对 就觉得好像 也是一种 相互吸引的过程 人际关系 就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就像那个魔王和林珠 对 分开了 分开了 结果后面又发现 成了唯一的朋友了 对 对 一种相互吸引 人家那个 在凹柄 对 又成了一个 怎么着 好像 有意无意就走在那儿去了 对 对 挺有意思 嗯 就到 所以呢 就是 啊 好 今天我们第一次 就是全面了解到了你的情况 嗯 然后呢 就是发现你很 在意别人的评价的这一部分 对 然后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分析 就发现 其实你的想法 情绪行为之间 它形成了一个 一个 就像你说的一个圈 嗯 一个复兴循环的圈 嗯 嗯 然后呢 影响了你13年 嗯 是的 而且现在有家中的倾向 对对对 越来越 让你觉得没有精力啊 对 啊 觉得没有意思啊 对 等等啊 所以我想这也是你 之所以走到咱们咨询室 对 是的 是吧 是的 重要的原因 对 然后呢 所以 刚才我们一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有一个强烈的感受 就想打破这个圈 对 啊 结果呢 我们讨论了三个方面 嗯 其实可以打破的 嗯 第一个方面就是做什么 坚持坚持坐下去 不要去想 行动 提醒自己是吧 对 不要细想 对 让那个圈先不管它 嗯 就放在那 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 该做什么做什么 对 把你的注意力关注到你 当下做的事情 对对 不是你内心在那个圈里面 对对对 第二个事情呢 第二个事情就是坚持坐下去 嗯 即使那个圈出来了 对对对 没有精力 对 当任务要做下去吧 当任务要做下去 是吧 对 就这样子就能够慢慢慢慢想 养成习惯 它就开始破 对 好第三个呢 三个就是 关注点转向自己 就是自己要建立一套自己的 对自己的评价 嗯 就像哪吒说的 嗯 我命有我不有天 嗯 就是把对别人期待的关注点的这一步 转到自己身上 对 嗯 所以那这周时间 去实施这三个方面的事情 好的 好的 嗯 嗯 在我们结束之前还有什么问题吗 嗯 现在没什么问题了 嗯 好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好不好 好的好的 谢谢阿老师 对 好的 谢谢你 从我们刚才小月的故事里面 我们看到了一个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 哪吒的那个电影啊 其实就像哪吒讲到的 她从小出生 她就很在意别人的评价 然后呢 小月呢 她的经历当中 你看 开始是因为父亲的评价 父亲的评价 然后呢 再到这个十三四岁 因为自己长胖了以后 胖到一百五十斤的时候 然后呢 又出现了这个 比如说其他的同学啊 等等啊 老师的评价 父亲的评价 所以你看我们是在这个里面啊 能看得到 哦 她在这个父亲评价里面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 就像哪吒在前面的 整个电影的前半部分一样 找不着自己了 那么 然后她一直重复的故事 就是在讨好别人 一边是在讨好别人 一边又是在不断地回避 就像 那么 在哪吒的那个电影里面一样 然后被关进了 一个屋子里 被关进了那个房间里 把自己关起来了 没有办法 那么 结果就是我们发现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发现 嗯 我命有我不有天 既然我要破这个循环 那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的小月 非常有智慧 悟性很高 意识到了 首先是意识到了 同上自己听 不要再那么想了 该干嘛干嘛 第二个呢 即使那个念头出来了 从行动层面上 那么去 去做 让自己坚持做下去 第三个呢 就是把我们 就是我们的自我认同的这一部分 他以前是放到了别人身上 那么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自我认同的这个权力 把它收回来 收到自己身上去 然后这样子呢 就是就实现了 哪吒在电影里面 好道的 实现他 真正蜕变的 那个时候的 那句话叫 我命有我 不由天 好 这是我们 关于这个个案的 这一次的解析 是什么事呢 我现在是说了